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股市方面的消息 经过一周的股市动荡 策略师们建议投资者保持冷静 什么都不做 虽然市场波动 但历史数据显示 这是正常范围内的波动 标普500指数在5%的回调后通常会反弹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香港的IPO市场 中国资源医疗公司获得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批准 将进行高达1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 这将是自2022年8月以来 香港最大的一次IPO 同时也为香港的IPO市场注入新的活力 此外 该公司还是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赞助商 这次IPO恰逢国家队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成功 最后 我们来看看日本股市的情况 日经指数在周一经历了12.40%的暴跌 但随后迅速反弹 中央引行的意外加息和日元的强势反弹 使市场恢复了信心 日经指数在周二反弹了10% 成功脱离熊市区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US在本周的Morning Brief中 股市的动荡让投资者感到困惑和恐慌 Interactive Brokers的首席策略师Steve Sosnick 建议投资者在面临抛售时保持冷静 选择什么都不做 BFA Global Research的Michael Gapin认为 资产市场的波动仍在正常范围内 不必惊慌 Evercore ISI的Julian Emanuel表示 股票市场仍处于牛市中 尽管有少数人如Rosenberg Research的David Rosenberg 认为美国经济可能面临衰退 但总体来看 市场分析师们普遍建议保持观望 Sosnick还提醒 如果市场波动让你感到不安 可能需要减少风险 南华早报报道 中国著名瓶装水品牌的生产商 中国资源饮料CRB 在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IPO 获得批准 预计筹资高达10亿美元 同时 其赞助的中国国家乒乓球队 在巴黎奥运会上表现出色 囊括了多枚金银牌 这不仅为CRB带来了品牌曝光 还为香港相对低迷的IPO市场 注入了一记强心针 CRB的收入主要来自其品牌 CS本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水质安全的关注增加 瓶装水的需求持续上升 CRB的此次IPO 将使其成为香港今年以来最大的IPO之一 并有望在市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于本季度或第四季度初开始交易 日本时报报道 东京股市在周一经历了12.40%的大跌后 到周五几乎完全恢复 尽管日元大幅反弹和中央银行的意外加息引发了一些恐慌 但市场迅速反弹 特别是在周二创纪录的10%反弹之后 东京股市重回正轨并摆脱了熊市的阴影 整个星期的市场波动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迅速被遗忘 显示出市场的韧性和投资者的信心 BBC报道 菲律宾体操选手卡洛斯 尤洛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双金 但与母亲的争执却抢走了她的风头 尤洛的母亲安吉利卡·波奎兹 尤洛被指控管理不善儿子的财务 并反对她的女友 这引发了广泛的媒体关注 尤洛在TikTok视频中质问母亲过往奖金的去向 并为女友辩护 母子间的矛盾通过采访 社交媒体帖子和新闻发布会不断升级 引发了公众和媒体的热议 尽管尤洛的奥运成就值得庆祝 但家庭纷争却引发了关于媒体伦理和家庭文化的讨论 南华早报报道 一家中国公司支付台湾演员名道300万元人民币进行直播带货 但销售额仅为20万元 导致公司要求退款 四川新绿制药科技有限公司在618购物节期间 邀请明道进行6小时的直播 但销售额远低于预期 公司认为明道未能履行合同 但明道所属的Jourmedia公司表示 合同中并未规定最低销售额 尽管明道在其他直播中表现出色 但这次合作的结果让公司感到失望 中国直播市场的迅猛发展吸引了众多名人参与 但实际销售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 BBC报道 美国股市迎来了自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佳交易日 因失业申请意外下降 缓解了对经济放缓的担忧 标普500指数上涨2.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8% 纳斯达克指数跃升2.9% 亚洲股市也有所回升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约1.7% 韩国COSPI指数上涨超过1% 尽管全球市场有所恢复 但分析师警告称 短期内交易可能仍会波动 市场的波动为投资者提供了短期交易机会 但美联储的政策决定仍是市场关注的焦点 BBC报道 英国萨姆赛特议会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 采取了创新措施 通过将普通住宅改造成家庭式儿童之家 来节省开支并改善儿童福利 这些家庭式儿童之家 由萨姆赛特议会和慈善机构 show trust合作设立 目前已有三名青少年居住在其中 享受24小时的支持服务 议会领导人比尔·维万斯表示 这种模式不仅比将儿童送往远离家乡的私人提供者便宜 而且更符合儿童的利益 尽管萨姆赛特议会去年宣布了财政紧急状态 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服务削减 但通过这种方式 议会在第一年节省了200万英镑的儿童社会福利开支 美联社报道 在美国就业数据好于预期的消息传出后 亚洲股市周五普遍上涨 东京日经225指数上涨1.6% 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 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2% 韩国Kospi指数上涨1.5% 澳大利亚SNP ASX200指数上涨1.4% 台湾股市表现尤为强劲 KX指数上涨3.4% 其中台积电涨幅达3.6% 此前美国股市在周四也大幅上涨SNP500指数上涨2.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9% 这波上涨主要受到美国失业数据好于预期的推动 缓解了市场对经济放缓的担忧 雅虎美国报道 亚利桑那州彩票在8月8日公布了PIC3和Fantasy5的中奖结果 亚利桑那州的彩票游戏包括强力球、超级百万、The Peak、Triple Twist、Fantasy5和PIC3等 最近彩票玩家看到了一些巨额奖池 之前的强力球和超级百万的中奖者甚至进入了美国彩票历史上最大的奖池前10名 亚利桑那州的彩票收入用于资助高等教育、卫生和社会服务、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和商业发展 中奖者可以通过邮件或亲自前往亚利桑那州彩票办公室领取奖金 具体地址和营业时间在报道中详细列出 金融时报 桑福德、桑迪、罗伯逊 这位开创性的硅谷金融家 在帮助将一个宁静的北加州半岛变成全球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近日去世 享年93岁 罗伯逊是最早意识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 从旧金山南部郊区涌现的技术创新潜力的银行家之一 当时主要的纽约投资银行对这些高风险且显没人知的发明兴趣不大 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金融人士创办了专门为新兴行业服务的精品投资银行 被称为四骑士公司 主导了近30年的技术股票市场上市 罗伯逊的公司 罗伯逊 史蒂芬斯 承销了数百家科技公司 其中一些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如皮克斯工作室 eBay eTrade AOL和戴尔等 罗伯逊在1990年代末的互联网热潮中出售了罗伯逊 史蒂芬斯 之后他重新发明自己 成为私募股权投资者和Salesforce联合创始人马克·贝尼奥夫的亲密顾问 南华早报 香港股市连续第三天上涨 受益于中国通胀数据和美国就业报告优于预期 为本周赢得了一个上涨的市场 高盛表示 最近的全球抛售可能已过最糟糕的阶段 同时 避风港的吸引力提升了当地市场前景 恒生指数上涨2%至17223.65点 本周有望上涨1.6% 科技指数飙升3.1% 而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4% 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 在第二季度收益超出预期后上涨7.2%至16.94港元 阿里巴巴集团上涨2.6%至78.60港元 百度上涨4.6%至84.65港元 腾讯上涨1.2%至372.60港元 中国大陆的消费者价格在7月同比上涨0.5% 高于6月的0.2% 而生产者价格则下降0.8% 连续22个月下降 美国方面官方报告显示 上周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少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这帮助缓解了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南华早报 香港的虚拟银行应更加努力扩展其服务 以比传统实体银行更好地捕捉 外部3.0行业的资产份额 这是立法者的呼吁 香港立法会议员加密货币支持者吴结庄 在媒体简报会上表示 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做出了努力 发展虚拟银行并升级服务 他认为 现在是香港在未来两年 为Web 3.0领域 做出更多贡献的重要时刻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 本周决定停止发放 额外的无分行银行执照 给现有的八家持牌运营商 提供空间和时间来增长 去年 这八家持牌运营商 共持有499亿港元 64亿美元的资产 仅占所有零售银行资产的0.3% 虚拟银行的使命 是促进金融科技的采用 创新和竞争 但没有一家虚拟银行实现盈利 吴结庄认为 潜力是巨大的 预计到2026年 虚拟银行将实现收支平衡 一个增长领域 是为Web 3.0公司提供服务 帮助他们开设账户 并促进其数字资产服务 吴结庄指出 许多涉及加密货币 不可替代代币和区块链的公司 在开设账户时遇到困难 有40%的公司 表示任务极其困难 南华早报 在上个月 欧洲联盟航空安全局 EASA 在上海对中国国产C919客机 进行地面检查后 中国民航当局 对于在2025年 获得欧盟认证 变得更加乐观 知情人士透露 EASA代表团 给出了积极的反馈 欧洲技术人员 在访问期间 操作并评估了 C919的D级模拟器 这些模拟器 用真实的驾驶舱设备制成 旨在尽可能真实的在线起飞 降落和各种紧急情况 EASA代表 还登上了一架C919飞机 这是他们继三月份的 首次实地考察后的 第二次实地考察 他们花了几个小时 检查驾驶舱和客舱 并与中国同行 讨论具体细节 此次检查是 EASA四轮认证程序中的 第三阶段 符合性演示的一部分 这一阶段要求 飞机制造商证明 其产品符合结构 发动机 控制系统 电器系统 和飞行性能的监管要求 虽然上个月的评估中 没有进行试飞 但预计试飞将在 今年晚些时候 或明年初进行 EASA认证 被视为 C919海外扩展的关键 C919计划 与空客A320系列 和波音B737系列竞争 目前 中国东方航空 是全球唯一运营 该飞机的航空公司 其他主要国有航空公司 如中国国际航空 和中国南方航空 将在本月 接收首批飞机 雅虎美国 8月8日 缅因州州长 珍妮特·尼尔斯宣布 州政府将向 缅因州109家小企业 提供580万美元的资金 以帮助他们 从严冬风暴中恢复 资助金额 从约2000美元 到10万美元不等 由州经济 和社区发展部分发 这笔资金是5月通过的 6000万美元 风暴救济方案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 上个月分配的 2120万美元 用于重建 或修复68个工作海滨 580万美元 是1000万美元 商业恢复 与任性基金的首轮拨款 州政府 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 用剩余资金 发放第二轮拨款 资金将分配给 缅因州 所有16个县的企业和组织 以帮助覆盖设计 许可和施工成本 肯纳邦克海滩改进协会 执行董事 米米 福克斯表示 该组织在1月份的风暴中 面临220万美元的重建成本 申请了10万美元的州基金 并成功获得 福克斯表示 这笔资助将主要用于 重建被风暴 完全摧毁的操场 其他企业 如约克的精品酒店 Sand Dollar House & Suites 也获得了10万美元的资助 用于提升建筑 以预防未来的风暴 雅虎美国 本周华尔街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行情 主要股票市场指数 在周四收盘时 转为正值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上涨了680多点 标普500指数 创下自2023年1月以来的最佳交易日 雷蒙德 詹姆斯首席投资官拉里 亚当在Market Domination Overtime节目中 讨论了市场动态 以及投资者如何应对回调 他认为 尽管经济将继续放缓 但不会在美联储开始降息时 陷入衰退 市场喜欢这些叙事 你会看到更极端的波动 但基本面和收益是更可靠的指标 亚当说 本周科技板块遭受重创 亚当认为 英伟达的收益 将为人工智能竞赛的可持续性 提供关键洞见 他解释说 人工智能主题仍处于早期阶段 将继续推动科技板块的发展 他指出 周三的大盘科技股进入超卖状态 投资者可以利用跌幅 作为良好的买入机会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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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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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